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还有没有 起哄可不行啊 起哄我就说个没了 看你走不了 男男男道德权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万费舌尖 老和尚都说了只能来一个 没有这样的啊 先吃的不够再说 书接上文 刚才咱们说到啊 把这尸体举起来这么一挂 那不是我说的 那我们何大哥说的 啊 我得接着我那个说 你要不然就一下说乱了 说的是 挤公活佛 扛着尾佗 哥俩上了街了 好多书里边 其实对尾佗的介绍并不是很多 我们看电视剧也好 电影也好 你看杨二郎啊 哪吒呀 这个介绍的多 很少有人提到尾佗 其实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护法的尊者 啊 啊 咱们世上有一种花 跟尾佗有关系 想当初尾佗还没学法的时候吧 学佛法 不是学法律的时候 还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 每天干活 啊 没事的上花园里边浇水去 花园里边的花神 就爱上尾佗了 咬 不像花神 像花痴 这小伙子太好了 白不见见干咯咯咯的 啊 这我跟他结了联礼 我们俩成两口子 他帮着我 我帮着他呀 做一对模范夫妻啊 跟刘巧似的 挺好 但是没想到 一下就触犯了仙规了 啊 仙规跟海规不一样 哈 被贬了 委佗呢 也被送到西天 啊 就给弄西天去了 到雷音寺 拜如来为师 小习佛法 天天学 很认真 很刻苦 一门心思的 我学佛法 天天呐 白天读 晚上念经 如来送了她 一盏明灯 啊 这灯心 是一个女孩 就是那 花神呐 是花仙来着 啊 就是她 后来就 出来就跟她说 你还记得吗 当初咱俩人那点事 啊 你都忘了吧 啊 咱们当初有一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呗 委佗想不起来了 啊 想不起来了 这之后呢 委佗就成了神了 护法尊者 这个 花仙呢 就让周华健弄走了 那歌原来是我的 后来借给他的 唱成那个样子 我很不满意 一点太平歌词的味道 咱们一块吧 咱们一块吧 谁提个血 谁 投绪什么来着 花的吃怎么着 藏在润衣中 空把花鸡脑 别捣乱 你看说哪忘了不是 花鸡 后来呢 这个周华健呢 满花鸡的事 这里疼 没有花鸡的事 委佗成了护法的尊者 然后这个 花鸡这女神呢 很难过 找佛祖去了 你看这爱情没有结果了 要求我 变成一朵花吧 佛祖说那可以 可以 要不念一声吗 这花身就 老绝像西游记 变成一朵花 他知道每年暮春时节的夜里边 这个委佗要来给佛祖 采集花上的露水 来监察 他就变成那个花 专门在那个时候 等着他 就为他来的时候 开下花 让他看一看 他很尽心 花也很美丽 但是委佗没有想起来 不知道他是谁 这花叫谈花 我们世上总说 谈花一现 谈花一现 说的就是这种花 您见传说吗 谈花一现为委佗 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委佗永远没再想起来 曾经有这么一国美丽的花朵 和爱他 他也曾经爱这个花 他一直是都没想起来 看看吧 看看今年年底怎么样吧 我们深情的讲一个 今年故事 成了仙子 公正无私 庙里都供他 所以今天 让这个激公 给背重来了 哥俩要上街 当然了 这个是尼泰 那激公可是神仙 谁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这背着 上街 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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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深的好 你看 而且他官委托叫 叫伟哥 可大街这么一吆喝 这玩意儿谁受得了 穿大街走小巷 谁看都 疯子 谁是疯子 别理他 走来走去 十字街 路口这边 他背着衣 泥胎跟着逛街 有打对面 来了几个人 头里边是两个家丁模样的人 这边跟着一小孩 像是书童 正当中走着一位文生公子 十八九岁 头戴宝兰段子文生公子巾 身上穿宝兰段文生公子厂上秀 团花朵朵 腰记着丝涛 这个岁甩着左边 男子女幼 葱兴绿的裤子 底下是白腕 黑鞋 手里拿着一把小扇子 往脸上瞧 小孩长得挺精神 白不尖尖的 挺漂亮 但是看眼神 瞧得出来 这个人有心事 自古常言说得好 眼为胸中之喵 你看这眼神 你就知道人心有事 旁边这几个人呢 竟给他开心 公子 您瞧瞧这儿 你看看 这多好玩 你看 买糖葫芦的 你看这儿 买饼的 逗公子开心 一般人看这个 开心不了 除非是恶格 瞧瞧馒头乐 那算什么呀 走吧 走了走去 就这么一抬头 来一和尚 背着一泥胎 都认识 你瞧这庙里的伪徒 庙搬家呢 搬家也没有这样的 往外背啊 这都愣住 小公子也愣了 拿着扇子 一愣 和尚到跟前了 埋吗 小孩愣了 十八九 什么呀 什么呀 他知道是委托像 但他没明白 什么意思 你要干嘛 是这个意思 什么呀 卖维哥 小孩纳闷 俩家定过来 用不着 用不着 谢谢你们这么鼓励我 赶紧走 赶紧走 他马上就用着 你看那脸色 要找倒霉的样 要要吗 小孩一愣 俩家定户着 走走走 这边 就绕过去了 罗汉爷也转身 小孩 你要留神 说了一句 你要留神 莫准头来 他走了 小孩跟着愣半天 干嘛呀 没明白 书中代言 十字爷还往东走 叫太平街 太平街这儿 住着一家大户人家 本家姓周 老爷子叫周景莲 家里趁钱 有个外号 叫周半成 半了成的钱 都是他的 听过夸住宅的 都理解 叫周半成 叫这么一个 独生的儿子 叫周志奎 念书的孩子 挺老实 家里有钱 站着房 躺而立 叫这大宅子 前后好几进 家里带花园 甲山 金鱼池 你就知道 多成钱 这个事出了昨天 上午 小孩起床 洗脸漱口 喝茶 吃点劲 念了会儿书 按现在终点 说上午 十点半 把书放下了 累了 小书童 叫来福 公子爷 念书 念累了吧 有点 有点憋气 咱们上后院 散散心去吧 好啊 放下书 拿起折扇来 主扑二人 往外就走 人家家后院 是花园 花园呢 还修了一个楼 起个名叫 燕阳楼 上去看看吧 金鱼池这儿 扔了点馒头汁 鸟笼子这儿 看看鸟 顺着这个 台阶楼梯 都上来了 站在燕阳楼的二楼 这儿 四下观桥 这个楼高 早年间没有楼房 哪有现在式的 都是楼 没有 啊 站在这儿一瞧 一目了然 这半趟街都看见 挨着他们家院墙 那边也是一花园 王园外住在那 人家那边也是 假山牛郎啊 金鱼池啊 也是有钱的人家 啊 他们家周半城 人家是王半城 啊 他们两家给分了 小公子 站在了 燕阳楼上 急目远眺 四下观桥 猛然间就听见 叫弟弟有一女子声音 何花啊 你去把那朵 给我掐下来 顺声音送耳目一看 邻居这院 王园外家 那儿有一座秀楼 这窗户打开 顺着窗户里边 探着半俩 身子一个姑娘 手指着下边说话 听声音知道 楼上一个 楼下一个 就明白了 楼上是小姐 楼下是丫鬟 和花 丫鬟叫和花 人名气多好 啊 窝头 完了 就插着了 啊 丫鬟都和花 啊 春梅 勺 辣梅 金莲 就这 休息啊 拿手一指 说那儿有嘴花 那花给我掐下来 就听底下答应 哎 小公子啊 这眼就不错 我猪着瞧着她 姑娘真漂亮 谁啊 王姐的姑娘叫王月娥 十七岁 长得很周周 啊 也没怎么捣吃啊 你在家里边 博士之粉 淡扫鹅眉 你有时这个女孩 她不倒是 其实更好 咱走学生 瞧见过 有那个大姐姐 啊 脸上跟 团了腻子似的 啊 抹着鼻子都平了 这俩黑窟窿跟着 不好看 素颜朝天 魂起本来面目 就这一看 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 就愣在这儿呢 她一天到晚 读书啊 死读书 读死书 啊 全本帝宫队 散播剧库 收场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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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